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滿滿都是韓粉們 韓國瑜方妹最後演說 大逼僑胞再度聲援中天 不滿NCC 惡劣開罰 2020滅民進黨 所以我們說要中天加油 我們要言論自由 我覺得這個重罰這件事 是民進黨需要負責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出心裡的話 就像韓市長一樣 上百位僑胞提早卡位挥舞國旗 不僅支持韓國瑜更為中天抱不平 痛批NCC才該被罰 中天的報導最實在 最中恐 所以也最快速 因為NCC最近有想要來重罰中天 對這部分有什麼看法 難道沒有言論自由嗎 當然要有言論自由 所以NCC你才要被罰 中天新聞的努力 民眾全看著嚴厲 更對NCC兩度開罰百萬元 創下惡例任無可忍 他們是打手 他們是民進黨的打手 所以NCC應該下台 根本不應該有這個機構 除了演說會場 安養院的僑胞 也對NCC的做法看不下去 NCC重罰媒體打壓新聞言論自由 不只韓國瑜旅美臺橋也看不過去跨海發聲 討公道 記者郭安寧 李英偉 燒玉米陳建安 美國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